父亲慎重念佛相续 念佛是修行 前面你看 供佛是修 修佛 是修会 供佛听佛讲经 佛会与双修 念佛不断了 念佛相续 念佛是什么功夫 该注意说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不理这一身佛号 这一身佛号里面 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一句佛号念了 把无量无边的法门 全修了 你知道吗 不必搞这个搞那个 你怎么搞的时候 你都是一个一个 单独搞 这是个总的 总头啊 这一句佛号 我们这也有根据 不是随便讲的 随唐时代的大德 跟我们 收骨 这个事情 在本经 没关系老句子的 序文里面 说得很清楚 随唐 是中国佛教的 黄金时代 四个宗派 都是那个时候 这些祖师大德们 在一起 也曾经讨论过 世尊 四十九年 所说的这一切金 哪一步金 能够代表 圆满的佛法 这几乎 这些大德们呢 都公认 华言 所以华言就称之为 叫根本法论 用现在的话说 佛学改论 他里面 确实 无所不报 大臣小臣 宗门教下 闲教密教 华言全都报了 所以华言 华言间是公认的 一切法的总会 学华言 就是学一切法 所有这些 过宗过派 都是华言间的职业 都离不开根本 华言成为根本 那华言最后 成福 怎么成的 我们细细去读华言 最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表演给我们看 最后一招 第五十三位 善知识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设大愿望 到归极乐 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个时候 大家才发现 原来最后 总归 是归到极乐世界 那么善才童子 他跟着普贤 到极乐世界 用什么方法修行 一句佛号 念到地 从哪里看出来呢 从五十三餐 第一 八十花言里头 第一位善 善有 得云比丘 在四十花言里面 说 吉祥云比丘 是一个人 他修的是什么法文 不诸三昧 诸安念阿弥陀佛 不诸也叫做 福利三昧 一期是九十天 九十天 不能睡下来 不能坐住 九十天 只可以站住 只可以走动 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诸安念阿弥陀佛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了 一句阿弥陀佛是所有法门都在里头 是华言间的总结阿弥陀佛 那华言间是所有法门的会计 汇集到最后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佛好功德 不可思议 没人知道 秦朝 秦朝 秦龙年间 灌顶法师之头 他告诉人 你 遇到重大的灾难 罪孽很重 无力失误的罪孽 国保险前了 佛家所有金灿都救不了你 都没办法帮助你了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 愧疚你 什么办法 老实念佛 求生 净土 什么样的重罪 都能化解 我们相信 用什么心态去念 万分成就 你这一句佛号是万分成就 你的成就 不在慧能之下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今天 社会动乱 地球灾病 频繁 什么方法能救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能救 这个地区 念佛的人越多 这个地方就越安全 灾难可以化解 不能完全化解 也大幅度的减轻了 这是肯定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认真 放下万语 一心 正念 ун 到 每一会儿 都是肯定的 空气 所以 开始 宝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